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严 少爷 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拿回远中集团 我的意思是 远中要脱离墓室 便回墨室集团 另外 你手上牧师的一半股权 那么多啊 没错 我要跟你分家产 凭什么 就凭你拿不到那批货 赚不到钱是小事 但是这一次导航仪的合约 几乎网络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 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要告你毁约追讨赔偿 恐怕你牧师要倾家荡产 你以为你拿得到那笔贷款吗 我会那么轻易让你拿到那笔贷款吗 我告诉你 你拿不到 你以为你叫陈霍初来借款 他就可以借得到吗 陈霍这个老小子 跟银行吆喝了一两个亿那还可以 可是你这次的贷款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好好 我就等你一个月 等一个月之后啊 当你收到银行爱莫能助的通知书的时候 就是我把货买回来的时候 我最多赔偿个盐物费 我不至于倾家荡产 怎么样 就算我拿不到那笔贷款 可是你也不一定能买到那批货 你知不知道 那个厂家是谁 他叫李中阳 他叫他杀银行吗 还没male子 就算他贴神 也不一定得即利 可能有很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什么有证据的话 我还真以为是别人陷害你 什么 这什么 这怎么回家 说 月儿 是你收买同文兵 你还是他父亲的是吧 爸 你真的这么惊讶吗 你跟陶津天 不就是想用这一招对付墨药吗 你 你胡说是什么你 我在书房外偷听到的 当年你和陶津天就想联手侵吞末世 很多种方法都没有成功 于是想到这一招 我在书房外偷听到之后 就找陶津天套话 他终于限制一步 必须默示过程 姐 为什么呀 很简单 爸要钱 我要人 爸 爸 怎么 怎么生得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你很生气 你应该生气的 本来你只需要五十万就能拿到末世 由于我的插手 先得到同文兵 虽然你最后仍然得到末世 但是你付上多一千倍一万倍的钱 你当然不高兴 没想到吧 出卖你的 是自己的女儿 你 你怎么会变得那么坏啊现在 你教的 我什么时候教你要背叛过父亲 你当然不会教我 你教郑飞 爸今天教你的都懂吗 我不懂 舅舅是妈妈的弟弟 你为什么要出卖他呢 怎么叫出卖 因为 爸想要的东西 他也想要啊 举个例子 挺好 你看啊 这是一个花瓶 这个花瓶是股东价值连成 是你的心头好 如果说今天有人想要抢他的话 你会怎么样 不就是一个花瓶嘛 让给他好了 你 你如果今天把这个花瓶给让出去的话 明天也命你都会让出去 人呢 都有他自己的梦想 你想要得到什么 那就是你的梦想 你好好地去保护他 如果有人想抢的话 你就必须要逼人家先下手一步 对自己的心热也要忠不忠吗 对自己的心热也要忠不忠吗 必要的时候啊 也必须如此 爸 你从小把真妃带在身边言传声教 指定她是你的接班 我呢 我呢 我是一个多余的 本来也没什么 我有得出有得住 有这么多人供我使唤 应该挺开心的 可是我偏偏很好奇 你把真妃带在身边 都说什么 做什么 于是 我开始学会在旁边偷听 太精彩了 你教郑飞的一套教我的一套 你让我做一个淑女 让我学会相夫教子 你教郑飞的 她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可是每一个字 我都记在脑子 如果你早点发现 你选错了接班人 或许我就不会遇上某少前 更不可能会爱上她 我会尽心尽力地帮你打领牧师 别说一个少前 就算十个 也不是我的对手 也用不着您操心 别说了 过了 不要再说 不 我偏要说 我真的不要说了 我偏要说 是你让我沉淀无所事事 所以我只能追逐我的梦想 我找到了 就是她 我是谁啊 我父亲是沐长河 我是沐氏最骄傲的掌上明珠 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得到什么 你是一个例外 十年前你第一次拒绝我 我就不动声色 悄悄步了这个局 爸 我知道你这人太精明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你叫振飞的 不能相信任何人 所以我只能亲自出手 埋通她父亲的手下 偷到了整套的商业计划 卖给她的竞争对手 我想 如果当她父亲生意 面临绝境 也许能改变她的看法 我真的需要借出外力 才能接近她 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会令她父亲而死 我知道再多的悔恨 都无拘一失 所以我想用我这一生的爱 去补偿她 你 你 你 爸 爸 管家 管家 快 来 来 来 附近 走 来 往里面啊 叫救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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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 爸 好 你 行 来 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您等一下 老爷 少爷小姐在门口等着 您看让他们进来吧 进来吧 少爷 你们进来吧 进来吧 爸 爸 小姐 医生说老爷不能再受刺激了 您就 我有分寸 小姐 没关系 让他说 我倒想看看他还想说什么 爸 如果现在你相信我的能力 你也应该相信我可以挽救牧师 之前我对你提出一个方案 你也说可以考虑的 什么方案 什么方案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考虑 我已经执行了 那个人差不多就要上门了 你想这么做你就这么做 咱们别忘了 我是沐家人 我叫沐永飞 姐 那到底是什么方案 既然爸爸都相信我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姐 你放心 我不是来跟你抢江山的 牧师还是你的 我很了解你 你永远都是姐姐的好弟弟 我只是想帮你 想帮牧师 我还有正经事情要办 这件事情 别再问爸爸了 把他照顾好 相信我 你永远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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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牧总生物真是简薄啊 你看我这家具 没有我的高档啊 这是越有钱越狗门啊 连茶都凉了 真行 你还在啊 我在啊 怎么样了 牧总现在有空了吗 没关系没关系 牧总如果还忙的话 我可以等 我可以继续等的 那你跟我到二楼书房去吧 不用不用 我就 牧总上有空见我了 太好了太好 别问你就先放在这儿 先跟我走吧 好好好 谢谢啊 刘先生到了 管家 先下去 是 大小姐 刘先生 请坐 好 大小姐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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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 穆老先生在吗 我父亲最近身体不太好 你是为合同的事情来的吧 跟我谈就行了 是这样的 我跟你父亲 穆老先生 一直就是非常好的商业合作伙伴 我们互惠互利 我们共同发展 我们还要 直接说 直接说 本来有一个案子 我们已经开始筹备了 口头上也都说好了 但是昨天突然接到通知 说你们不跟我们签了 是我的命 当然 我父亲也同意了 为什么呀大小姐呀 这次是非同小可呀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 因为是跟你父亲合作 我觉得那肯定是十拿九稳的 所以我就提前跟其他的客户 把合作给签了 他们现在要是告我 那我 那我只能是跳楼了 听说同学是你女儿的同学 还住在你家 是啊 你了解这个女人的身份吗 她那有什么身份呢 她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我们只是暂时收留了她 这就是因为你收留她 让我很不熟 回去搞清楚她的身份 再来跟我谈 怎么了 跟大小姐没有谈好啊 你们大小姐跟我说了一些公私以外的私事 莫少欽莫总是不是跟同学她 所以这两天 大小姐正和姑爷闹别扭着呢 你也真可怜 她们夫妻俩的事把你给拖累了 坏了坏了坏了 坏就坏了我还收留了同学 这两天老爷身体不好 咱们家是姑爷管事 这件事要不你跟姑爷谈谈 还能怎么谈呢 说是你们家姑爷管事 但是你们家最大的还是莫总啊 大小姐是莫总的千金 她怎么可能帮着一个外人 不给自己的女儿出气呢 难说 咱们家的规矩是 向来不让女人插手家族事业 莫总是咱们家老爷的得力助手 这件事啊 看来还对莫总 在老爷面前多费些口声 那 那莫总也不可能 为了我这么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去跟他岳父较劲呢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英雄谈过美人观 你有所不知 这个同学呀 就是咱们家姑爷的软肋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谢谢老管家 我走了 我走了 老管家 留步 留步 谢谢啊 慢走 nnn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只是有些好奇 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 你可以报仇了 可是脸上却没有笑容 这十年来 我做梦都想着这一天 我以为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我会笑 没想到 我笑不出来 对我姐姐做的一切 对于你姐姐做的一切 我反而觉得很好笑 很荒谬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只是被一个女人看上 然后躺着 也中将 姐夫 能放手吗 如果你是我 你可以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姐姐已经开始想办法对付你了 以前我不会帮着我姐姐说些好话 但是这次我真的猜不到她会用什么手段 只有你自己当心狠 你背叛你姐姐 你背叛你姐姐 我赔不了莫朗先生一条命 是我们家欠你的 我只是不想把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其实解决事情可以有一百种方法 没必要选择最坏的那种 我去 我去 你 也不需要 我去 我去 走 走 走 刘叔叔今天亲自下个厨 您会做菜啊 叔叔的手艺可不是轻易就漏的 你算是有口福了 尝尝吧 好香啊 尝尝 好好吃 您这手艺都可以开餐馆了 你是不知道啊 从前叔叔就是在街边摆摊卖米线的 真的 这是我最拿手的了 那个时候啊 月盈的妈妈还活着呢 我们一家三口为了生活 起早探黑啊 月盈那会儿还小啊 也没有人看她 怎么办呢 每天早上就得把她从床上叫起来 跟着我们一起去出摊啊 生意呢做得还不错 但是我在那之前跟人家学做买卖 进了一屁股给了 欠了一屁股的债啊 债主天天上门 那个凶啊 搞得就跟要杀人似的 没办法啊 我们挣的钱都用来还债了 搞得我们一家三口 有一顿没一顿 日子那个苦啊 月盈天天冲着我们苦啊 妈妈 我好饿 月盈啊 买一哈 妈妈 我好饿 月盈 不哭不哭啊 月盈 月盈 不哭啊 月盈 月盈 不哭啊 月盈 月盈 后来呢 我做生意发了一笔小财 从此以后啊 就交上好运了 再后来就发了大财了 可是 我有了钱以后就学坏了 我没良心啊 吃喝嫖赌 我什么都玩 我活的 把月盈的妈妈给气死了 我很后悔啊 所以我很宠月盈啊 她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 我 我 刘叔叔 你慢慢说 我 那同学 你是不是跟莫总 你 你有交往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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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叔叔 您有什么话 您就说吧 如果您想让我搬走 哎呀 我 我 哎呀 我本来准备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 我想打动你 我 我想说服你 但是我说不出口啊 哎呀 我刘亮春就是个粗人 我现在就直话直说了 我这就直话直说啊 我我我跟那个远州那个合同那个事你也知道 但是现在莫总的太太她知道你住在我们家里她很不爽我 她让人要取消我的合同了 但是我在那之前已经跟其他的客户都把合约签好了 现在如果那些客户要是起诉我的话 那我只能是跳楼了 同学 我想 请你去 去跟莫总说一说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 帮我圆回来 同学啊 我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我再也不想 看着 看着月盈没饭吃 我再也受不了月盈抱着我的腿哭了 我求求你了同学 我求求你了 同学 刘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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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刘叔叔 刘叔叔 你快起来 同学啊 叔叔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快起来啊 真的 我答应你快起来 来 否认我们 我们接下来 台湾 你想也觉得 咱们回来 去当中请离联系 计划 喜他们之后 怕是有 吗 曾经 事儿 weed 所以 计划 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以来机场找我 你到玉石机店的好办 还没有决定 随时 你愿意等就等 莫先生 你回来了 智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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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喂 丁管家 佟小姐 莫先生回来了吗 莫先生今天早上就回来了 您有事找到吗 他现在正在洗澡 我 好像晚上又要出去了 知道了 佟小姐 我给您换杯茶吧 谢谢 您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等到茶都凉了 您还要继续等吗 只要他在这个屋子里 我就继续等 您还没吃饭吧 我不饿 您先去忙吧 嗯 老马 啊 莫先生 老马呢 莫先生 能不能麻烦您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谢谢 刘亮春 就是刘月盈的父亲 这个 这个 是他和远中合作的项目 现在被你太太叫停了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看看能不能把事情圆一下 我说过了 不要再来找我 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要求很过分 我没有兴趣都管闲事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但是 我只有月盈一个朋友 我说了 我没有兴趣都管闲事 好 你可以走了 如果你答应帮忙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同学 你真的很看得起你自己 你以为你是什么呀 觉得我离不开你 想当初你心里面恨不得杀了我 现在你为了所有的朋友 来跟我说这样的话 是 我是太看得起自己 你知道我讨厌 但是并不知道我有多讨厌你 这里不欢迎你 如果以后丁管家 敢开门让你进来的话 我马上把它开除 如果你以后再来骚扰我 我让那个刘亮春 此无葬身之地 对不起 我讨厌 Bour神 是吗 我会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月 你再留下一个月 我就答应你考虑一下 也就是说 一个月之后 你也有可能不答应是吗 一个月 从明天开始 你也有可能不答应是吗 莫先生 丁管家 明天帮我把佟小姐的房间收拾一下 然后自制一些衣服用品 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我今晚就能弄好 今晚 佟小姐的东西我都没有扔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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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美 真的很美 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美 天是蓝色的 云是白色的 但是 那段记忆也和岸边的岩石一样深刻 任由海浪再拍打一千次 都冲不走痕迹 为什么还要让我回到这里 为什么我为了要讨好他 既然对他说 不如我们去旅行了好不好 三个星期之前 我又回到了这里 除了那份合同 滕小姐 我甚至什么都没带 无声地回来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一次 我能否再有这样的运气 能够全身而痛 童小姐 房间已经帮您收拾好了 墨先生呢 他一早就出去了 还说今天不回来吃晚饭呢 衣柜里挂满了我的衣服 连梳妆坛上 还都放着我的化妆品和梳子 我原以为 他会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扔了 没想到 你妾依旧 我静静地等着他回来 我不是没有想过 这根本就是一个局 是他故意让刘叔叔来求我 他知道刘叔叔会求我 他也知道 我一定会答应 我曾经以为 他对做过的事心存歉疚 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 不过 哪怕是个局 这一切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 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墨先生还没有回来吗 墨先生早回来了 已经在房间里睡下了 我愿没回来 可以看到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是 是